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申子智库》里面的 《知书识礼》的第七集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介绍 就是李白的一首诗 李白一想起李白 大家都想起诗诗 当时他作的诗 虽然他在世的日子 不算太长 但是他的诗词很豪慢 奔放 写得很漂亮 今天所选择的 就是《夏光宁》 《夏光宁》这首诗 李白是耳熟能唱的 有很多小朋友 都会听过这首诗 而这首诗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純粹好像是 李白喜欢到处走 又喜欢喝尸诗 他还有一样东西 还会耍劲 喝得越醉 他的诗诗就越漂亮 醉纷纷 拿着一把劍 就在耍劲 今集很不同 这首诗 这首诗诗 他就是说 我相信他一定在探影杯酒 他有一个特性 他很喜欢喝清酒 什么叫清酒 大家不要误会 就是以为现在是Sage 这个清酒 绝对不是日本的Sage 而是古代 唐朝的时候 有分为清酒 和逐酒 清酒的意思 就是说 价钱高的昂贵的 美酒 我们叫做清酒 而逐酒 就是一些比较便宜的酒 杜虎呢 他也是喜欢喝酒 不过他喝的酒 就是比较逐酒 而李伯呢 就比较豪爽 他喝的清酒 杜虎呢 我记得有一首诗 就是讲到诗的背景 他也讲到 在他落亡的时候 他甚至回将自己的皮衣 我们叫 怎么说呢 阿Kym是上海人 我们就讲过叫Pichel Pichel就是自己的外 类似棉蓝的衣服 那件衣服呢 穿上去是很暖的 古代 连一件棉蓝的衣服 都可以拿去当 他曾经试过 要当了那件棉蓝 拿钱去买酒喝的 当然他买的酒 就不是清酒 这个题外话 因为我要对比 和李伯 你可以看到他那种豪放 李伯当然有段时间 就是因为一向都是 他认识很多东西 但是他不去考功名 他喜欢他的文采 又聪明 又聪明 很多人 简直是 后来就有人 将他带了去见阿唐元宗 阿唐元宗 因为唐元宗很想认识他 于是呢 就给了很多 扔了他去一个 在汉林院里面 做一些 帮他去草耳一些东西 就像现在公务员那样 但是做的东西 根本上就不是 李伯喜欢做的 李伯有一些 是满康热成 是希望贡献在这个社会上 当时的社会里面 但是始终都是不得知 结果后来他也是离开了 这样 不再做那个post 那这段 有一段小策曲 有人说是 他特意逼走他的 他给人 那也都可以说 他自己觉得 不想做了 这样就不做 那好了 那今天这首诗呢 就和那个是没关系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李伯呢 他那种呢 对每一样东西 对人心呢 是有种要求的 他首诗就是这样的 那夏光宁呢 那他就说了 超似百帝彩魂间 千里光宁 一日还 两岸犬星 提不住 轻周已过 万重山 那我们所说的 百帝呢 这个百帝呢 绝对不是一个皇帝 那大家都知道的 在一个地方 叫百帝城 那百帝城呢 就是一大 它比较高 而有时呢 那些魂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呢 百帝城呢 就是一个魂之间的了 那就是一个魂里面 好像一个仙境 那样 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那千里的光宁 那光宁呢 那光宁和这个百帝城 其实相差呢 距离呢 两个之间 两处呢 是很远的 没有可能一天里面 可以去往返的 就是说真的 因为你想想 股市没有飞机 那样东西 亦都没有高速 那些子弹火车 亦都没有可能的 那他就说 在一天里面 可以往返的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他只不过就是说 他唱一声就很快 那两岸呢 因为去到那一块地方呢 在这个百帝城附近呢 就是两边呢 他都不停地在 他其实在江河里面 那他呢 就一路呢 就听到很多那些 猫仔叫 OK 那叫 大家可以想象到的 你看National Geographic 那些猫仔叫 那大家如果不 都还是觉得 没听得清楚 大家可以想象到的 那或者你们可以去那个 金山街的公园那里 看那些猫仔怎么叫 当他们整个猫仔 鬼叫 牠就欠食物 或者是 牠就欠配牛的时候呢 牠就欠嘎地叫 左右叫 右有叫 很清 很静的地方 就听到很多猫仔在那里叫 OK 他所以说呢 提不住 不停的 那他在兴州 因为他那只小船呢 那小船 就因为 不是一只大船 不是Tatani 那他就在那里这样过 但是呢 猜不到一只小船 已经过了万重山 但是万重山 哪有可能呢 其实我们想一下 一想到就已经知道 是没有可能的 就是诗人呢 他只是夸张手法的 这个万重山呢 他用一只小小的船 可以经过 万重山呢 其实他也想过自己 是可以经过 一天里面 可以往返两个城 很厉害 很有大字 很有抱负 但实际上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结果不是这样 虽然李白的诗 他流传到今天 还有很多人都觉得 他是 一想起唐诗 没有人会陌生李白的 也都没有人会不懂李白的 那今集就先说到这么多 看看大家呢 我们这个 李庆文思哲学研究社 我们那个 中国历史 和这个中国文学 另外 还有英国文学 这些班呢 都已经开始 接受报名的了 都会在 这个六月尾 开始的 那只要七月的 那大家有兴趣的 都可以上 我们那个 youtube上面 其实都有一些 post 一些 简单的资料 或者大家有兴趣 上查询的 这些班的 那我们有不同的班 那我们也都已经找到 就是导师演员的了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想知道 关于多少少的 不妨就可以打一个 查询热线 或者一个报名热线 那课程的那个 那个学费也都不贵的 那大家完成了 课程都会得到 今生之李庆文思哲学研究社里面的正确一张 那 那 而 报名的电话呢 就可以打这个 5900-3590 记得 报名的电话是这个 5900-3590 那我们有左手呢 可以接听你的电话 那今集多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